如果我们希望孩子在未来得到成功 有哪三个能力是我们必须在2021年栽培孩子的呢? 如果家长您也希望孩子在未来能够得到成功的话呢? 你就一定要留意郭博士在这个影片跟你分享 我们作为家长必须在2021年栽培孩子的三个能力 Hello,欢迎来到Time to Learn with Dr. Rosa 我是儿童心理学家郭博士 第一个能力我们必须在2021年栽培孩子的 是孩子面对失败的能力 很多时候在传统的教育里面 孩子都会感到这个事情要不就是成功的 要不就是失败的 但是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面 成功并不是这么黑白分明的 我们必须要再陪出孩子有一个能力 是愿意面对失败的能力 而且在哪里跌倒也有勇气 愿意站起来继续面对前面的挑战 所以家长们我们必须要让孩子知道 失败是帮助自己通往成功的一个道路 那我们怎样能够在家里培养出孩子面对挫败的能力呢? 我们可以多让孩子在家里奏花或者是练习不同的乐器 因为在这些能力上面 孩子必须要通过面对自己的失败 通过有用的练习 孩子才能够慢慢进步 让孩子能够学习到 当我们愿意花时间了解自己的错误 并在错误中学习的话呢 慢慢我们是能够得到成功的 第二点我们必须在2021年培养孩子的适应能力 相信大家也听过非常有名的公司 包括Kodak或者是Nokia 这些公司曾经也非常成功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跟着时间来提升自己 所以他们今天也是失败了 如果我们不想要我们的孩子被时间淘汰的话 我们必须提升孩子的适应能力 那我们怎样才能够提升孩子的适应能力呢? 我们必须要让孩子多接触不同的事情 让孩子多接触不同的岗位 比如说可能昨天孩子正在学习这个乐器 正在练习音乐感 那明天孩子可以学习另外一个东西 让孩子可以训练到另外一个部分的能力 这样子孩子未来才能够综合自己所有的能力 在不同的岗位也能够表现出自己的适应能力 不会被时间淘汰 第三点 在2021年我们必须栽培孩子拥有的第三个能力 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家长们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到底你的孩子关心的是哪个题材呢? 比如说有些孩子特别关心环保的题材 他特别关心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现在我们正在面对 比如说海洋里面很多生物都没有一个舒服的环 环境生长 那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孩子的喜好 孩子担心的世界上的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陪着孩子去一起找解决方案 再陪孩子的解决问题能力 当孩子看到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 还有能力去改善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孩子的自信心也会提升哦 你觉得郭博士跟你分享 在2021年我们必须在陪孩子的三个能力里面 你觉得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呢? 到底是孩子面对失败的能力? 还是孩子的适应能力? 还是孩子的解决问题能力呢? 非常欢迎您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赞 让郭博士为你带来更多有科学根据的儿童心理学的咨询 我每周都会在这个频道跟家长分享有科学根据的儿童心理学的咨询 所以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把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打开 让你不会错过我每周的新影片 当你在等待我的下一个影片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两个影片对您还有您的家庭也非常有用哦 我们下个影片见